來看我們的總體報導 營養運船發展到 在秋節的本土環國 如強調的本身年 是採體的同時 營養運船沒有高有的一部分 台灣沒有公民團體 過三萬二來改變營養運船文化 高有部推通好到運船中央攀工室 提出一包空氣燃過三策略 其中一方也會推行 健康認識和運船高有 台灣的營養運船好生猛 對醫道社朋友來說 這營養運船沒辦法提供 這名音樂會作為師請聽聽 也會跟家家那間 送以外吹 眾多問風 漏漏空閃 由上市十六度 根本本不清楚 生日暗度也急 韓國不是說 我預計好生日 台灣的營養午餐 其實在學校都是用 二十五分鐘或是半個小時 來做解決 所以你要去談到文化 其實沒有文化 就是一個趕 吃飯就是一件很趕的事情 對 所以學生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把所有的飯菜都搖在一個碗裡 快速的把它吃完 用湯匙 大口大口的把它吃完 所謂的筷子的文化 其實也慢慢的在我們校園裡面 其實慢慢的在消失中 在看那邊編人的做法 日本和韓國 都要把營養午餐 進去一件事 日本的營養午餐 和標準的佛式蒸食 日本飯 它的煮蒸 它的皮蒸 含有日本糖 加上冬豆的黑麵塑糖 和米醋都有牛奶 主要是說 煮熟的煮熟 煮熟的煮熟 在營養午餐的炒菜 要平衡過米米色 在營養午餐的營餐度 加油 要兩位的國家更加次 外國傳統的食物 待會營養午餐度好 有這個土地 到你餐桌 這個過程裡面都瞭解 對它未來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 用台灣小吃 來作為一個特色 說我們把肉圓 把米粉菜 把蚵仔煎 放到營養午餐的菜色當中 可是我想 對我們來說 我們台灣的大人們 有義務也有必要 要來想一想說 我們要透過營養午餐 給台灣的孩子 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傳承 韓剛日本對生命面前 兩塊市盤 全國的好夠 劫色鴿子眼 比不單紙 那個料理有去好攝裂 十三分發 要給大粉絲 當年對國體 六月六千人對 專業的營養時 同處公寧願 對世紀蒼丹 到料理 入外好爽的 攝裂度 菜梯 董事企業的食材 也對日本的營養運存 養效 戰馬胎 從早年出 將對日本 昆太比水 國內台灣的 富榜文高 基金比 高原食材 希望今天 在台灣 擺暗用的比水 可以做到跨縣市 跨部會 全國性的 讓在各地方在做營養午餐 很辛苦的營養師 午餐祕書 廚工們 他們的那個專業 能夠獲得任何 也讓地產地銷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變成一個全國的一個平台 來作為一個良性的競爭和比賽 現在在努力的讓就是學校的營養師的配置 可能就是以縣市為單位 一定的學校數量 然後配置適量的營養師 讓他從專業的營養教育的引導 然後會導入就是飲食 它不是只有吃或是吃飽這件事 它其實是一個在地文化的一個表現 教育部會告訴說 會過生台灣的營養運存 不但自安孫加設營養師的名額 以百空氣年 未會加強 信任何儲食統鑼儲營養的專業 我認為在營養運存的時間 正行做設計高漁庫 台灣行外載過大廳 總共設計有過太夜在中 設計高漁浪土 要繼續每個好月 希望台灣的營養運存 不但自本身人的 生亂營養 生亂空氣 經過濕 和在地帶 提辦的設廠文化 下個新聞 望班儀 陳欣宜 特別報道